Hello大家好,这里是游风 那现在是9月1号的凌晨 在还有8个小时左右之后呢 我就要前往出发去冲绳了 那可以看到现在我面前摆放的这个行李箱 东西已经其实蛮多的,看起来挺多的 但还是没有装满 但是即便如此呢 已经是把我所需要的东西已经装备的差不多了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冲绳之旅 我们需要去准备些什么 那我参加的其实是一个有关冲绳的一个研修会 我们去民宿体验 然后是男可以去了解一下冲绳的一些文化 包括一些手工的一些东西 我们可以体验到这样的一个研修会 那研修会呢 前两天给我发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单子 就是有关研修会的一个流程安排 大家可以看 这个很明显第一张照片 就是我本人 这个是我在2019年的时候去冲绳的 然后当时也是参加这个研修会 当时照的这个照片 这张比较重要 他记得这张纸上面写的是有关于这个冲绳 就是去研修会的话 我们需要带什么东西 这个写的很缺烈啊 我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呢就是载头卡 然后我们要带健康保险证 健康观察记录表 这个表呢是这样的 其中一张指的一个背面有这样的一个健康记录表 今天出发呢 我们出发之前一周 要记录这个每天早上起来的一个体温和每天晚上睡觉时的一个体温 这样的 然后出发当天要带过去 下一个就是 宣传证 这些可能我必须带来 然后像 还有其他下一个是什么 口罩 这个东西呢 就是 疫情期间嘛 可能多注意保护嘛 我这边 拿着这样的一个口罩 一方万一 好 下一个是 体温计 我这东西有点多 有点砸了 找一下 体温计 这个呢 是我觉得蛮好用的 一个 吸铁成的体温计 这样的一个电子体温计 它这样量体温的话 其实蛮方便的 而且是大概测量一次 只要三十多秒 很便宜的一个 这个是在 动体 就是唐吉柯德那个店买的 手指消毒液 消毒液的话 也是疫情期间的 消毒液 这一般都是随身携带的 下一个东西呢 就是洗澡的时候 带的一些用具 这个东西是我 很简单 百元店买的 就是这样盒子 百元店就是买的 然后里面的一些这个 这个是 这瓶装的少的是 洗发的 我买了两个这种瓶 这个瓶是装的是 那个梦液 说此这呢 我买了一瓶这个 洗澡奶 这个 洗澡奶怎么说呢 因为本身我家 其实有一瓶洗澡奶 但是呢 我在想往 包里装的时候 发现我没有这个东西 把这个 洗澡奶上的 这个小 卡扣 这个东西没有的话 就装到 心里中 很容易挤出来 这种液体 就很麻烦 所以不得已 今天我就专门来出 出门买了一下 这个 洗澡奶 这样的一个大人 收纳袋 这个是从百元店买的 还没有拆开呢 这样的一个 双收纳袋 只要100日元 就可以入手 很便宜的 因为现在这个点是凌晨 所以我不敢 太大声一说话 我怕吵到隔壁邻居 下样东西 是这个 牙刷 牙刷的话是这样子 我这边是 现在手在这个空盒 现在装东西 这个就是我买的一个 电动牙刷 一般每次在出旅游的时候 我都会带着它 挺方便的 然后下一个就是 各种方向 爱给牙刷 首先防晒的这个东西 安耐晒 买了一瓶 这边就是我的一些 日常戴衣服 比如说不用裤子 什么的一些衣服 短袖都叠起来 买一点买的 两个防蚊虫的这种 一个手环 可以挂手上 这样一块说吧 一个都用剁手 连哈清掉 还有一个是这个 就是日本本买的 一个叫清肺汤的颗粒 这样一个 漆的科技的那种东西 这个东西呢 就是 也是朋友介绍的 推荐就是说这种东西 好像对那个预防这种肺炎 或什么的一些 就比较有帮助 所以就也是准备好了 然后下一个 这个外出旅行的时候 鞋跨的一个小包 这房之前忘记从哪里买 很便宜的一个包 里面的话 就东西收纳还是可以的 就外出减便的一些 进处的人行走的时候 可以拿这个包 除了这个包之外呢 你看我的书包 伞 这叠伞 这个伞的话是 看你的一个评价网站 然后上面推荐的说是 711的 就是这个伞 这叠伞这套性价比最高 所以我 就是准备出门之前 又买了一个这种 711的新伞 刚好我那个伞也用旧了 然后书包这套东西就多了 首先是这个 刚才那个 修计消毒 像我这种少不了音乐的人 就是一定要随身带一副这种 附的耳机 因为我一般带那种无线耳机 我怕没电 或是一些其他原因 有时候意外的连不上蓝牙 所以我就会准备一个这个 就一方二一 我还有耳机可以听音乐 温虫就是无比低 好像这个牌子 大家了解的蛮多的 就是温虫咬了以后 就擦身上 就只养的这个 这个钉钱袋 再往下走 这种叫什么呀 冷冻带 冷冻带 然后有双层的卡扣 我看最近 哪个冲上里面有台风啊过来 所以有一些 如果万一万出的时候 有一些怕淋雨的东西 可以拿这个东西出 一个笔 这个想写东西都是可以用的 我的Kindle 路上无聊时候可以看书 这个充电线 我的移动电源呢 本身也装这个口袋中 但现在没电了 所以我在充电中 然后呢 口袋中装了我钱包 这里有一个三脚架 简易的三脚架 相机的备用电池 然后这一次呢 因为我设备就是准备了两部设备 一个现在正在拍了一个相机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手机 我的手机 因为伴随台风肯定有降雨 下雨的时候这个相机肯定是不好用的 当时我就肯定会换我的手机来拍 然后这是我的相机的另一个线 因为我相机现在用了一个手环的样子 单边的 然后想换的时候可以换这个挂脖子上 就两边都可以比较方便一些 东西差不多就是这些啊 其实我这些小的一些东西 其实有准备蛮多的 这些东西就 我也就不再一一的去介绍了 一些小细节的地方 大概就是这些 哇 这个录制时间买得到了 那总的就是这样了 以上的这篇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现在给更多于日本有关的内容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